古时候真实的江湖到底是什么样的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从这个角度来说 江湖显然是一直存在的 不过像武侠小说里那种江湖 大侠都在天上飞来飞去 出门吃饭都是两斤牛肉一坛好酒 咱也不知道他们的钱都是从哪来的 只要武功练的好 想杀谁就杀谁 这种江湖肯定是不存在的 实际上历史上真实的江湖 其实和武侠小说里描述的 完全就是两个事 真实的江湖没有那些高来高去的大家 但是精彩程度 其实远胜小说里的情况 而且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江湖 往往和时代背景息息相关 不同朝代的江湖 可能也是截然不同的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江湖 其实可以追踪到春秋战国时期 这个估计也是为什么金庸老爷子写武侠 为什么时代背景最早运建 又设定在春秋末期的原因 在春秋时期之前 中原地区人口实在太少 最后史学家考证 商朝的时候 整个中原人口也就不到两百万 而西州的时候 那巅峰的时期 人口也就只有几百万而已 这种人口规模 再加上当时是奴隶制社会 注定是不可能形成什么江湖 当时的人 只分为奴隶主 平民以及奴隶 奴隶是别人的生产资料 平民养活自己都很困难 自然没时间去多么什么江湖 至于贵族 不好意思 人家本来就处于食物链的顶端 只要脑子没有问题 都会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 享受奴隶的过分 不可能外出去闯什么江湖 而且先前时期自然环境还不错 大部分的地方都还没有被开发 对当时的人出去闯江湖 最大最大的麻烦 末末是饥饿 以及路上随时可能出现的狮子老虎 不过到了春秋战国时期 因为野铁技术的成熟 生产力大幅提升 而生产力的提升 则是导致人口规模进一步提升 春秋战国时期 中原地区的人口总数 第一次稳定在了千万以上 到了这个时候 有足够多的人 可以脱离国家这种主义形式 江湖才开始第一次凸显的说法 另外呢 再加上先前之际 中原没有统一 各国之间的法律又不太一样 诸侯国之间又忙着打仗 所以春秋战国时期 应该是中国历史上 江湖文化最盛行的一段时间 只不过呢 当时的江湖不是以门派作为主义形式 而是涌现出了所谓的诸子买家 比如说呢 孔子周欧列国 其实就近似于所谓的江湖游历 而且还是最顶级的江湖游历 大家其实可以想象一下 一个两米多高的山东大汉 出门身后带着上百个小弟 这些小弟当中有文有武 所以孔子周欧列国的时候啊 那可比武侠小说里的掌门 去参加武林大会 那又没很多了 不过呢 先秦时期的这些诸子百家的江湖 随着秦始皇统一天下 彻底开始改变了 说到底 先秦时期的百家人物 之所以要走他们的江湖 主要也是因为为了自己的前程 但是到了秦朝统一天下之后 秦朝对底层百姓的管理非常严格 所以呢 秦朝时期的江湖文化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可说的 那些在战国末期 踊跃一时的诸子百家的江湖人士 到了秦朝的时候 要么老老实实去种地 或者做秦朝的官员 要么就等着去北方修长城 或者去流山修 或者去离山修皇陵 而秦朝之后 接下来的汉朝初期 一直到汉武力登基之前 江湖文化则又开始变得不同了 汉朝统一天下之后 因为中原地区 常时已经开始稳定 国家又实行 世路是情止 所以经过汉初百年的发展之后 汉朝就开始出现了 严重的阶级不化 当时能够做官的 基本上都是以往的贵族 或者开国公審的户类 普通平民想要做官 那基本上是难入登天 在这种社会环境下 当时汉朝兴起了一场 非常特殊的游侠能量 这些游侠呢 往往在当地非常有失望 甚至可以直接左右一个地区的稳定 比如说汉武地时期 有个叫郭姐的游侠 在洛阳地区失望了极大 当时在洛阳城内 百姓打群架 一堆高级官员来调停 束手不策 最后连聚首级级的官员 从来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但是郭姐过来之后 很快就给调停了 类比今天的话 这大概就相当于是某个直辖室内部 直辖室的市长 说话不好使 然后某个大侠到场露个面 问题解决了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自然就可以而知 更可怕的是 后来按照汉朝的制度 郭姐这种人必须去服劳役 然后轮到郭姐的时候 根本没有当地的官员去管 汉武地曾经亲自下令 我把洛阳地区的有钱人 来到前往长安周围生活 结果郭姐竟然可以直接 应典汉武地的命令 就不去 非但如此 这光是负责此事的官员不管 甚至最后还让大将军魏清 直接开口 替郭姐向汉武地求情 一个大侠 能够让魏清这种级别的 大将军给他开口说话 应典皇帝 而且在自己所在的地区 说话比当地官员还不安有 这也是一个什么概念的 相比这个郭姐 基庸老爷子底下那些大侠 主攻或许确实很高 但是影响力那真的是弱暴了 差了不知道多少个投资 而同时呢 郭姐的出现 也让汉武地瞬间冒了一身冷汗 汉武地也不仅开始反思 一个身上没有任何官职的游侠 为什么就能这么牛呢 答案其实很简单 因为当时没有上升通道 在没有上升通道的情况下 高层位置都被那些工臣们的后代占领了 底层百姓想要过得更好一些 盖了一圈之后发现好像只有游侠这个职业最吃香 虽然游侠这个职业呢 没什么正式编制 但是混得好了之后那真的很吃香的 要是混到郭姐这个地步 那就更了不起了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汉朝初期的时候呢 所谓的江湖开始盛行一时 而这时候的江湖 在整个中国的封建历史上 也算是一个巅峰了 而结束这个巅峰的 恰恰也正是汉武地本人 汉武地在思考了这个问题之后 很快就得出了一个结论 那就是底层缺乏上升通道 既然如此 只要给下面开辟一条上升通道 那不就得了吗 底层有了上升通道之后 那就不会再去做什么游侠 自然就不会再形成什么社会不安定的因素 于是呢 在这之后 查举制还是因应而生了 查举制的出现呢 原因固然是很自拔的 不是单单为了对付郭姐这么一个大侠 但我们必须承认 查举制的出现 从根本上 斩断了这种所谓的江湖文化的传承 查举制出现以前 普通民众最好的一条路 就是驱动游侠 然后等待上面某个大人物发现 而查举制出现之后 最好的上升通道 就是在家里好好孝顺父母 好好读书 好好给长辈攒陪葬品 只要自己足够孝顺 给当地的官员报上去 自己马上就能翻身了 所以呢 在汉武地时代结束之后 游侠文化就再也没有了生存的土壤 开始成了封建王朝的社会体系的一部分 到了这个时候 什么样的人才会去走江湖呢 答案很简单 就是那种出身底层 没法通过查举制向上的这些百姓 这种百姓在和平年代 对上层的影响也其实极为有限 最多就只能依附于权贵阶层 给那些权贵阶层看家呼员 至于乱世来了 那就直接去造反了 还玩什么江湖啊 在查举制这类推荐制度 实施的上千年历史当中啊 所谓的大侠 其实已经没有什么生存土壤了 但当时那个时代啊 地方豪强 还是有很强的生存技术 所以呢 顶尖的一些地方豪强 虽然没有当年的郭姐那么牛了 但是在地方上说话 也还算好耻 因为到了隋唐时期以后 科举制就开始出现了 科举制出现以后 就算是普通人家的孩子 也可以通过学习 通过科举考试 通常为观 走学习这条路的成功率 那要远比做大侠高太多了 而且风险也更行 如此一来呢 底层百姓自然不会去做什么大侠 至于高层的 他们就更没这个必要了 对啊 最重要的是 武侠小说里所说的内功啊 那是不存在的 想要做大侠 首先你得吃得好 正所谓穷文富武 在古代的时候呢 如果你没有做过的家底 没有钱让你家天天吃肉 你根本就不可能太过强弱 自然你就更没有能力去做什么大侠了 这样一来呢 没钱的想做大侠做不起 有钱的 与其去做大侠 还不如多请几个老师教自己怎么考试 一旦进士吉地做了大官 那影响力 真不是一个大侠的目标 所以呢 到了隋唐之后 所谓的江湖啊 已经开始从贵族的附属品 逐渐轮为了富商的附属品 他们往往需要在某个行业 根据当时的社会规则 占据一定的垄断地位 只有占据了垄断地位 才能获取足够的利润 这样才能养得起下面的徒子徒尊 比如说呢 明清时期 某个著名的大方派 就是那个依靠着曹韵发家的方派 这个大方派内部呢 高层也不是什么武侠宗师 而是精通于人情世故的某人 他们可以做权贵 或者富商的代言人 从而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但是这种江湖啊 已经不能拿到台面上了 朝廷只要下一道命令 马上就可以让某一块江湖 彻底失去生存的土壤 再比如呢 明清时期著名的标局 就是依靠所谓的 盐引制度生存的 因为当时政府需要往边境运物资 这个过程呢 需要商人们自己找保标 所以标局才能应运而生 但是到了晚清的时候 盐引制度取消了 铁路开始出现了 不再需要保标了 但这些西日很有地位的标局 自然就彻底消失了 总之呢 历史上真实的江湖 从来就不是什么打打杀杀 而是底层百姓为了过得更好 闯出了一条不同于主流上升通道之外的通道 但是这种江湖呢 注定会对国家的稳定性产生威胁 所以历朝历来的政权 都会建立打压这种江湖 正是因为这种打压 所以越往后的江湖 就会变得越来越老实 到了明清时期呢 想像正国时期的游侠那样 但是几百人招勾过世游历现象 那已经不可能了 如果孔子真的出生在明清时期的话 别说周游历国 估计刚带着几百人刚出门 还没走出家乡呢 就被当地的官员当做流民给逮捕 至于说武侠小说里的那些名门大派 什么少林武当 青城老虎 这些大门派 之所以混得很好 那是因为朝廷给了他们认证 然后给了他们一块土地供养他们 如果那天朝廷不承认他们了 直接收回了他们的土地 两天不吃饭 再厉害的牡笠盟主也得野花 没有了土地 再厉害的名门大派 也得就地解散 说到底呢 所谓的江湖 其实一直都是一些不得志的底层人员 为了过得更好一些 走出的一条另类通道而已 这条通道 或许也能强盛意识 但是在真正的主流国家体制面前 真的不算是 这条通道 来吧 好